好,今日看天下,天下盡在你手中 马上进行我们的这个专家化 那今天这个专家化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这个日光法 不是这个日光节约 它是跟交通安全有关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呢 就是我们旧金山交通局的社区公关 梁秋玉,再次欢迎大家 哈喽,你好 你好,又见面了,很开心 今天我们要谈论这个事 我这两天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 有提到这个日光法 就daylighting low这个部分 这个我记得好像说 其实其他州已经都在实施了 那为什么加州到现在 好像才开始在推广这个部分 对,其实那个美国 全美国这么多个州来讲 其实已经超过40个州 都在实施这个日光停车法了 那加州呢 其实它这个停车法律 是在1935年就制定了 但当中就没有包括 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 前面要距离20尺的这个规定 所以一直都没有 那后来这个加州 从今年的2024年 其实是1月1号开始 就正式实施这个法律了 那到现在的话呢 我们开始就是执行这个法律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开始 新闻中都开始听到了 其实我们这个法律 从今年的1月1号已经开始了 那要不要稍微仔细讲一下 整个日光法里面 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让观众朋友可以再更了解一下 对 其实这个日光停车法呢 大家听到这个daylighting 以为就是日光什么的 节约用电 其实不是这个的 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 关于这个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然后也是车辆的安全 最主要就是为了安全 那大家这个如果现在 如果你开车 就是你前进的这个方向 比如说你要走到这个十字路口了 大家通常都会在stop sign停下来 对吧 那也是为了看看 有没有行人经过啊 这个所以但是呢 如果你停车 就是前进的这个方向 如果你右手边 这个距离路口 这个20尺以内呢 如果有一辆车停在那里 就很可能阻挡 你看行人过马路的视线 所以这个法律呢 就是让这个司机啊 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这个行人 然后行人呢 也知道 哦 有没有车辆 再朝这个方向开过来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现在要在20尺以内 不可以停车 就是留出一点这个视线空间 给大家这个司机也好 行人也好 就是都要注意这个安全 所以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死角把它拿掉 有的我们都知道 开车的时候 其实转弯拐弯 那时候真的有时候 我也觉得很危险 因为我看不到 所以我必须一直往前开一点 我才能再右拐 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所以就是把那块的死角 其实拿掉 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是都是碰到 右拐的方向 那一块地方 对不对 对 就是你右拐的方向 那英文来讲 他就是说approaching traffic 就是你向前进的 如果你是反方向离开的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右手边的 停车位 所以整个来说 就是整个city现在都适用这个 这个日光停车 这个日光停车 日光停车法 对 其实这个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法律其实不只是旧金山的 它是一个全加州的法律 所以从现在起呢 大家不论开车在旧金山也好 或者在整个湾区也好 甚至整个加州 你都要记得 在这个十字路口 二十尺以内不可以停车 所以这个车位 可是我们知道说 因为pandemic的关系 很多一些餐馆啊 它可能就是有一些摊位 它就是在那个地方的停车 的那个摊位变成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 所以那些其实都要拆掉了嘛 对对对对对 都不可以的 反正就是 相当于就是一个车位的距离啦 就是一个车位的距离 一个车位的距离 所以我好奇的问一下啦 这个日光停车坊 所以跟夜间没关系咯 哦 当然没有 哦 当然没有 对 不要以为是 哦 晚上我就可以了 没有了 这就整个都是 全天后来实施的 对 所以现在其实到年底 一直都还是只是给大家 做一个宣导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不对 还没有正式 如果说真的是违法的话 要罚款嘛 对对 要罚款 但是从现在起 一直到12月31号 这个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11月12月 那我们如果你是违规停车了呢 我们就会发一个 那个警告信而已 警告你就是提醒你 以后不要在这个地方停车 那从1月1号开始 就是2025年1月1号开始 那就会发罚单 如果你违规停车的话 那这个三番市定的罚单 是40块钱 但全州各个县啊 各个county啊 他们自行定啊 就是这个规则 应该怎么弄 然后那个警察也会执法的 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 停车管理员会执法 那警方也可以任何时候都执法的 这个40块到底怎么来的 40块没有 就是自己的那个叫什么 停车管理的机构 来自己制定 自己制定 对对对 就跟你好像扫街 你那个没有移车 是 对对对 他们都是有这么一个定额的嘛 对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旧金山的这个路况 其实越来越难开哦 不是这个双向变成单向 要不然就是有这个自行车道 对不对 其实已经有很多限制了 你要非常了解旧金山的这个路况 你才可以开到开进程 现在又多了这个日光停车法的这个问题 这里面的话其实我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说 那停车会又减少啦 对不对 停车会又减少 已经够难停车 情况下停车又减少 而且好像少掉一万四千个这样一个车位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对这个一万四千是一个报社来估计的帮我们 那这个呢 其实大家现在已经自然流失的停车位 其实已经在这一万四里面已经包括很多了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些地方大家看到路口有这个消防栓 就是那个灭火的消防栓对吧 然后我们巴士的那个车站你也是不可以的嘛 在路口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已经划线了 比如说你那个刚好这路口是个车位 那你也不可以停车 所以这些其实都已经在这个执行法律之前都已经是自然流失的这些停车位了 那现在我们就是在其他没有这些划线的地方 那也开始就是都执法了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些一下就是虽然加州让我们执行这个法律 但是加州并没有拨款没有给任何的资源去各个执法机构 那所以我们这个划线的工作还在持续中 对所以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划了红线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虽然你去了这个街口啊 我要停车了 我没看到红线哦 但是你也不可以 对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 虽然你看不到这个红线 但是从现在起你真的就是不能够距离接口20池以内停车 所以即使没有红线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 对对对对 它不代表说你不会被罚 因为这个法律就是20英尺内的这个转角那个地方就是不能停车 就是这样 我们还在在有在划线 但是就是说当然没有那么快 是 对然后呢 只要现在已经有红线的地方 你还是可以停车 但是就是不能踩到红线 嗯明白明白 所以相信这样观众朋友可以再更清楚一点 可是我刚才讲的停车位或者是这个把它去掉 对一些残障人士的朋友或者是商业户主的影响有多大呢 对他们来讲就是没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本身它这个残障车位的设计就已经距离这个接口有一定的距离了 所以就基本上残障人士也好 但是本身市府那边是支持这个的 因为就是可以帮助减少这个伤亡啊车祸啊 因为其实旧金山百分之就是高发率这个车祸的呢 有百分之六十八的街道都是的 对 然后呢 而且当中的百分之十二呢又是高危区的就更加危险的在这些繁忙的街道 所以呢这个法律对减少这个交通意外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其实旧金山的那个施议会从2019年就开始支持有这个 但是现在就是更加按照加州的法律来执行这个 所以这全加州就是 全加州大家一定进就是全加州 对所以不管到哪里 只要在加州这个部分大家都要注意这个法律 那其实谈到一下就是说现在你说这段期间 现在11月一直到年底都是一个宣导期 那旧金山交通局这边有哪些的宣导 比方是不是有一些标志啊 还是有一些什么一些宣导的影片啊等等 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吗 那个我们这个日光停车法有一个专门的网站 就是sfta.com slash daylighting 然后大家去这个网站就可以看到这些详细的内容 告诉你是应该怎样的正确去停这个车的 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刚才我也提到 我们会继续这个画这个红线嘛 所以就是标示就是这个红线在每个路口的 你看到这个红线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都跟各大的媒体啊报纸啊都有登这个消息 所以就希望大家互相传播啊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 我每一个驾驶人士都会要受到影响 所以真的就提醒大家 是所以我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刚才讲的 红线是很清楚大家知道说这是一种宣导的标志已经在那边了 可是你刚才讲因为现在for some reason还有一些地方没有画 对那些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些宣导的这些标志啊 会摆在那边提醒大家 或者教育民众说其实开始要养成这个习惯了呢 那就没有 目前就没有 目前没有 就是说你要竖起一个牌 不要是牌这些都没有 因为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在那个路边是有一个红线是最好的 那你知道说其实接下来 因为已经有几个州去开始实施这样的一个日光停车法的这个 你知道这些成效目前做起来 你知道这个成效效果如何呢 效果如何 因为是这个全州的嘛 好像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 我们也没有收到这方面的统计数字 就其他其他州也都还没有一些可以分享出来 没有对对对 对对那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对最主要就是一个安全 嗯驾驶人士也好行人也好 是所以最多我现在听下来喔 最多如果说你只是违法的话就是被开一张40块钱的一个罚单 所以基本上车子不会被调走 对对对对对 这个没有拖车那么严重 拖车不会被拖 然后40块钱其实我感觉上还是也就是一个警告性的一个 因为40块钱其实真的比起其他的罚款差的天壤之别了 那个扫街没有移车都已经不止40块钱了 对对对那个快接近100块了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还算OK 所以在所以交通局在明年的话针对这个东西就是说开始一旦正式上路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或加大力度去做这件事情呢 现在就是一个执法的问题嘛 大家都知道这个执法 那我刚才讲到除了这个执法是我们旧金山交通局的停车管理员啦 大家看到那个他们开着三轮小车的那个就是通常扫街啊就是他们在执法 我们台湾叫小蜜蜂 我们叫小蜜蜂 对 小蜜蜂来小蜜蜂来 他也是可以开发单的 嗯 所以就警方或者小蜜蜂会来开单 嗯 这样的人手目前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旧金山交通局 嗯 其实有一些就是budget上面的一些问题 对 那真的这个东西当然是为了大家安全 那我相信也 既然已经要做就要把它做到好 可是在人力上面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balance 就我们尽量啦尽量会去执法 但是你说是不是天天都能在街上看到他们 那也不能保证 对 因为的确我们这个人手的问题是一个 就预算啦 预算 雇用多少这个人手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的挑战来的 嗯 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再更了解这个日光停车法的话 那除了上网站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因为我知道平常可能像民众不会主动去上这个 所谓政府的一些官方网站啊 或者一些机构的官方网站去看这些事情 嗯 有没有办法就是说可能再让民众更了解说 自动自发再去看一下这些讯息 对像我们交通局刚才我说的那个网站 SFMTA.COM SLASH DAYLIGHTING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打我们的服务电话就是热线311 你如果有关任何这个日光停车法的问题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问 然后你也说如果不会讲那个英文 你也可以要求来中文的服务这样的 嗯 对 我刚才开了一个小玩笑就是说这日光停车法跟夜间没有关系 所以夜间其实是可以停在那个地方了 不会没事吗 其实按理说是不能停的 只是说有没有人来夜间执法 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 但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法律其实是全天候的24小时的 对 我非常赞成这样的一个法律 因为真的是我自己 如果说你自己是开车的人的话 你就知道说那个死角的那个状况 其实真的非常的危险 对 真的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 常常就是有一些行人他可能就忽然间冲出来 你就没有办法去掌握到 或者是你右拐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完全不晓得 你完全基本上就看不到右方的一些东西 没错 尤其是你如果第一辆车停的是一个大卡车 大卡车 哇那真的视线就被挡住了 完全看不到 所以这也提醒大家就是说 你一定要叫slow down 就是一定要慢了在十字路口 谢谢这个政府单位这种用心良苦 来做这样的一个保障那个行人的安全 还有这个司机的安全 好啦今天聊得非常愉快 非常谢谢邱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你 谢谢海江 谢谢好 那马上进行我们的三星一役